受到疫情的冲击 国内纾困如火如荼展开 申请的案件爆亮 但是健身工会就向立委成情了 想要申请纾困 却被行政流程给卡住 想拿申请表回去评估 还被银行给拒绝 而为了让银行纾困力道加大 也降低纾困资金不足的风险 尽管会宣布 对六甲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原本定好的2% 内部资本要求延后一年实施 估计这六甲银行 可以释出大约是近4000亿的放款空间 他还要去你店里面去看一下 空空荡荡 因为防疫配合防疫 没有人的店面 民进党立委何志伟 接到健身教练工会成情 想要申请企业纾困贷款 但银行却有跑不完的行政流程 最大的重点是 他们必须要提供非常非常多的程序 还有一些资料 就是说财报 评估你能不能还款 就像一颗皮球一样被踢来 踢去或是碰软钉子 我们的KPI 背后来自于我们的董事长 你有没有好好去钉 真的你拿到钱 拿到你自己要还的贷款 何志伟也说这家银行在企业 是困贷款当中拒绝率高达三成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银行回应目前整件事还在了解 而主管之官经济部 云诺会全力帮忙 银行在风险管控跟纾困之间必须取得平衡 而为了让银行的银蛋可以更充足的支援纾困 金管会也在一号宣布 将中信 国泰 富邦 兆丰 和库 以及第一银行等六家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百分之二内部资本要求延后一年 估计六家银行可以释出四千亿放款空间 而金管会也跟六家银行达成共识 这些资金也会拿来挺企业 挺纾困 华硕新闻的潘建认台报道